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固执的 那么矮板的一个观念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反思 第二个是谈了一个文学这个概念的一个变化 就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文 在汉语当中 文学这个概念 这个质量前后是有变化的 就是从这个上古的时代到中古 一直到近代 实际上都是有一系列的变化 所以这个我们都需要去反省 去反省 文学或者说文学史 不是这个固定的 所谓绝对客观的一成不变的 实际上是牵涉到 一方面是有这个文学作品 那些文学作家 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另外一方面呢 实际上我们怎么看文学 怎么看文学史 怎么建立我们的文学史的 文学史的这样一个系统 文学史的这样一个脉络 或者说建立这样一个文学的传统 实际上是有每一个时代人 站在他自己的这个立场上边 体现了他的那个文学观念 回过头去反省 建立起来的 所以首先是关于文学史和文学 这两个概念 要有一个反省 接着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 是中国文学的这个 综合的一个 叙说 是这样的意思 首先谈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学的 这个特质的问题 中国文学特质上次 我们讲的一个所谓语言形式 语言形式从字 从这个所谓 中国古代文学嘛 一个是用字 阴形意的那个特点 和其他语言不一样 因为文学是一个 这个语言为基本媒介的 这样一种艺术 所以这个他当然 这个要考虑 这个汉语的这个特点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还有就是说 要注意特别是古代文学 在很大程度上 他实际上是用文言 所谓我们现在讲的文言文 这种特殊的这个 一个书写 方式书写系统 构成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 有充分的这个注意 因为这样的特点 所以中国文学有 它这个 一种特别的一个连续性 我们上次也举了一些例子 讲到这个 对传统的尊重 对一种典范的这个延续 这个都高度的重视 那么今天 接着下面我想 讲的就是 中国文学特质里边的这个 第二个像这个表现内容 前面讲语言形式 我们想表现内容要提一下 那中国文学 这个 如果要讲这个表现内容 其实讲到中国文学特点 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 其实不从今天了 差不多一百多年前 开始啊 就是从 中国的所谓近代 近现代之交 现代这个时代开始 那中国文 如果要讲中国文学特点 实际上都是和 另外不同的文学传统 做比较的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单独地讲 就是说中国文学是一个 它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你讲到特点是什么 特点就是区别性 它肯定和其他有 有有有有关系 在那个比较的当中 来看待的 所以中国文学 如果和不同的文学来 比如说西方文学来 做比较的话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恐怕是就是西方文学 历来它延续的是一个 以这个从古希腊的这个神话 或者说史诗那时候开始 它延续的是一个神的 一个英雄的 这种这种非凡的 这种神和英雄的一种表现的传统 从那个以下 这个开始的 所以开始的 所以这个上个世纪的一个 加拿大一个非常有名的批评家 批评家叫Notes of Fry 他曾经讨论过这个中国 讨论过西方文学当中 这个一个读者和一个作品 主人公的一个关系 作品主人公的关系 他基本是说原来的时候 这个越是早 他那个作品的主人公 对于读者来说 他是一个仰视的态度 基本上是一种仰视的态度 比如说那个里边 大家都知道的 古希拉的史诗里面写 那个阿基留斯 这样的英雄人物 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他只有这个脚后跟有 其他地方都是刀枪不入 是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空无有力 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 所以基本上 他是这样的一种传统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开始有一个 所谓的平行的一种关系 就是可以平等地看待这个人物 可能到了20世纪以后 这个20世纪以后 所谓现代主义文学之后 那有很多的读者 去读那个文学作品的时候 里边的那个主人公 开始有一个俯视的态度 有一个俯视的态度 当然他是 这个是一种非常宏观的一种观察 非常宏观的观察 具体我们当然可以 举出很多反例 或者说很多特例 但他是有一个宏观的观察 所以Fly当时提过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西方文学我想 他从一开始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表现方式 他表现的是那种非凡的英雄和神 那么对中国文学来讲 恐怕就 不是说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也有所谓神的崇拜 神的祭祀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其实中国文学从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是面向于现实人生的 面向于现实人生的 这个因为面向于现实人生 这个你比如说像诗经 那个时候这个胡适 我们现代文学 或者说现代文化 新文化 胡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怎么讲 一个开创者 非常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那他那时候 191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 拿到他博士学位回来 回到北大去上课 他当时上的是中国哲学史 同时也开始上中国文学史 他上中国哲学史的时候 把那一帮学生都 后来他的那些学生记载 包括像这个顾杰刚 包括像傅斯年 上了他的课之后 都说当时一堂 整个一堂都瞠目结舌 为什么瞠目结舌 他之前的老师 我看那个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 叫冯友兰 这个不知道大家知道吧 冯友兰 冯友兰他在北大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他的老师 跟我本家 一个姓陈的 他开始上 从这个大概 恐怕是从这个 三皇五帝开始讲起 盘古不知道讲不讲 三皇五帝开始讲起 讲了一个学期 还是讲了一年 讲了很久 反正这个课程都要结束了 他讲到周公了 讲到周公了 周公 然后这个学生都很困惑 说到这里才讲到周公 那怎么办 就请教他 说这个陈先生 你怎么回事 后来他就说哲学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讲 如果要我讲哲学 我一句话就讲完了 如果要讲不完的话 我永远也讲不完 我觉得讲到哪里是哪里 基本上之前原来北大是这样的 那这个胡适去讲课以后 他一上来讲什么 把其他 他开始讲中国文学 讲中国哲学 他把前面都去掉了 一上来就开始讲 这个 从 恐怕就是从周公开始讲起 从这个西周开始讲起 西周讲起 所以他们都瞬目结束 所以前面的一些什么都没有了 那 胡适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他是西方这个教育 他是要 这个 严格的这个 史学的态度 对不对 严格的这个 现代学术的 批判的这个 学术的这个立场 来看待这些问题 所以他说 前面这些东西 什么三皇五帝 这东西 说不清楚 对不对 你包括这个 当时 这个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他没有三皇本记 三皇本记是后来人补的 他是一个五帝本记 他自己 但他那时候就说 这个五帝有很多史记 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 胡适来讲这个 哲学谁好 文学谁好 他觉得前面都没法讲 他要讲什么 从西周开始讲 为什么从西周开始讲 知道这个时代 开始有诗经 诗经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 诗经 我们想要讲到 诗经基本上是 从西周以下 所以他因为有诗经 所以他根据诗经 可以大致知道 那个时代的历史的状况 社会的状况 人民的生活 所以那些东西 他可以知道 所以在胡适 他从这个来讲 他从这个西周开始讲起 讲他的中国 中国哲学 或者中国文学 他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是说 他立足于一个 现代的这个史学 现代的批判的 一个学术的立场来看 这样子来看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选这个时代呢 就是因为有诗经 那么他显然把诗经当成什么呢 把诗经当成是一个史料来看的 或者说这个清代 大家知道 那个张学成 浙东学派的这个大史学家张学成 他就有个说法 讲六经皆实 六经皆实 他其实秉承着这个 把这个诗经啊 这些经书 诗经当然过去在传统里面 竟是直接是经书了 他把这个经书 看成一个史书来看的 史书来看的 这是史料 他来看的 那么我当然也不是说 我们只能把诗经看成历史来看 那诗经我们现在 把它看成这个一个 一个文学性的作品 是我们讲到文学 是非常重要 需要讲到的 但从这一点上 我们起码也可以看到 就是像诗经这样的作品 它有很强烈的这个现实性 对不对 它的历史性 甚至是完全是可以当成 很可信的史料来看待的 所以中国文学的 比如说中国诗歌的开端 是这样的 那么它相当的具有这个现实性 表达的是这个现实的经验 而西方就不一样了 比如他讲一个神 你从荷马史诗里面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不能说他写的那些史诗 都是虚构的 都是神话 不是的 它里面有真实 比如特拉亚战争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特拉亚城 这个大概十九世纪 后期的时候 后夜的时候 人家就根据那个荷马史诗 真的是这个考古发掘 真的找到了那个特拉亚城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说 它没有历史的真实的情况 但是它那里面写 一下子说天上这个宙斯如何如何 一下子地上的人如何如何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 高度的想象和一个历史的结合 高度的想象和历史的结合 或者说是一种虚构的 幻想的和历史的综合 这个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起码在西方文学的那个开端 中国文学像诗经 有非常显见的这个现实性 甚至是可以做成这个历史资料 把它做可信的史料来看 而且你们看中国文学当中 有充分的那种所谓虚构性的作品 充分的虚构性的作品 其实发达的相当的晚 相当的晚 就有一些人一直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本身没有什么 特别值得讨论的 就是说有的人就说 为什么中国的小说戏剧那么晚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 我这里不去说 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提这个问题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起码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 现在认为那种充分体现了 文学特点的小说戏剧 这种虚构性的这些作品 其实在中国文学当中 其实是很晚时期的这个作品 早期其实绝对不是以这个为主的 它很多都是那种现实的经验 那现实经验 比如说我们讲中国文学 如果在现代你对一个完全对中国文学无知的人 比如说一个老外 我们现在是全球时代 很多老外也到中国来 或者说你跑来跟他谈文学 他一讲他可能会知道唐诗 中国文学最精华的唐诗 但是你主要如果把整个 我们现在觉得唐诗当然是非常好了 但是让你把整个唐诗去读一遍 我们现在全唐诗 这个四万多首诗 这个我们系的那个陈尚军老师 这个还集了很多 集了很多 他们下面还要编这个新编的这个整个的全唐诗诗 那你编出来 你如果真的去读一读的话 就可以看到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 它实际上都是写的现实经验 它就并不是说 那个时候唐代的一个诗人 跟我们现在的诗人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说一个诗人说 他告诉你说我是一个诗人 你肯定眼光一变 说这个是非同常人 对不对 不太一样的一个人 这是和那个不一样 但是古时候你说唐代 你说一个人说他是个诗人 这是很简单 他日常生活当中 所有的诗就是他日常生活 对不对 他实际上是一个 完全一个社会生活当中的 非常重要的部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社交的关系 都是必须写到的 对不对 两个人碰到了 写一首诗 一起喝酒要写一首诗 你要走了 要送别回写一首诗 你有什么太太死了 或者孩子死了 写一首诗 你考试不成功落地了 下地了写一首诗 所以这个他完全是 整个的文学创作的场景 所谓诗歌写作的场景 完全跟这个现实是有关系的 完全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就是在现实当中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如果他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当然我举的是比较 我不是说绝对普遍的 我说大致的情况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他有这种超乎日常生活的 这种特别的东西 他有的时候都会明白告诉你 比如说唐代诗人里面 你像李白 李白我们现在讲是浪漫主义诗 浪漫什么来的 浪漫其实也是西方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的事情 不可能离开西方 也不可能离开中西的对比 那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诗人 他有些想落天外的这些想法 那些文字 但是他有的时候明快告诉你 比如说孟悠天母音流别 大家读过吧 都读过 他那一大堆想象 写完之后 他最后他告诉你 唯绝食之整齐 是向来之烟霞 什么叫绝食 我醒过来了 我当时睡在那里 做着春秋大梦 做着一个大梦的 绝食之整齐 是向来之烟霞 什么世间行乐 一如此故 怎么怎么怎么 下面下去了 所以他绝食之整齐 他告诉你 他什么意思 他告诉你 我睡觉 我刚才是在做梦 我现在醒过来了 他都会 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当然我可能是 举了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可以想象 就是他把那种超乎现实的东西都转化成现实的东西 他会明白地告诉你 所以这种现实经验和文学的关系 它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文学产生 而他表现的很绝大部分的内容 相当的大部分的内容 实际上是实在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那种感受 我想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明白的 我想是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非常显著的特点 这个其实和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是有关系的 就是所谓 大家都知道儒家的传统 儒家是最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 虽然其实我并不研究儒家 我在复旦上的课 很多是关于老庄 甚至关于佛教 我自己说 我是旁门左道 开始叫旁门左道 我虽然讲这些 但是我没有这个毛病 因为我讲什么 因为我研究什么 我就讲得好 我没有这个 我还是承认儒家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核心的那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里边 从这个孔子的态度大家都知道 孔子就是那种现实的态度 这个无非私人之屠于而随于 我就是和人在一起的 我不和人在一起 我不在人间推行我的主张 实现我的这个理想 我到哪 我和谁待在一起呢 无非私人之屠于而随于 他就是要和人间的 他是子不与怪力乱神 那些东西他就不谈的 这些不谈的 这个包括他说到这个 人家说这个死后是怎么样的 死后是怎么样的 他说未知生 焉知死 他对死这个问题 不去跟你太多的讨论那个问题 他关注的是现实这个问题 关注的是现实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个儒家以下 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 面向现实的这种精神 现实的这样一种精神 其实是一路往下的 也就一路往下的 所以古人相信 这个现实的世界 他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合理性 需要尽量去把他 来往这方面去解释 所以这个我想 这个特点提一下 我想大家能够了解 那么就是可以说是现实经验 那这里我只能提一下 不可能再展开 其实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其实非常之多 比如说这个 有相同的意见 也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 现在在哈佛大学的 那个郁文索安教授 斯蒂文尔文教授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写过若干篇文章 就特别谈到这一点 就是基本上 他说中国文学 这个中国文学的 中国诗人那种特点 他是基本上是 这个特别关注于 这个现实的 那是他有一个 所谓非虚构的特点 non-fictional non-fictional 那个fiction大家知道 是那个虚构 也说是这个虚构的作品 或者小说 他认为中国文学 是有着non-fictional的特点 他也是比较来谈 他说这个西方诗人 与其说是关注历史的特性 不如说是关注 超越历史的普遍意义 就是西方诗人 你说他关注 那个具体的特别的 特特 独特的那个历史吗 他说其实并不是 他关注那个 超越历史的那种普遍意义 他往往在他所写的 那个 诗所写的那个 那个内容之后 他有一个 追求一个深度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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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的 价值或者意义在那里 所以他这个 这个 在中国的文学 残堂当中 一首诗通常被认为 是非虚构的 就是non-fictional的 经验的世界 对诗人而言 有重要的意义 这个 他的诗作 使得世界中的事件 得以呈现 那诗是把 现实当中的世界 做一个呈现 这个当然是 他的一个学术的 一个表述 所以我 我这里只是 非常简单的提 这样一个特点 但是实际上 对这里有讨论 但是郁文首相教授的 这个意见 也有很多人 激烈的批评 我这里就不展开了 也有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有讨论 这个我就不展开 但是我想这一点 现实经验这一点 大家基本上 应该是可以认同 特别是和西方 文学传统相比较 而言的时候 那还有一个方面 我想就是 他的这个 中国文学 对于伦理和政治的 那个关注 对那个的特点 和这个现实经验 这一方面 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非常的显著 非常显著 就是中国文学 和现 我前面讲的 对这种面向现实的 这种文化精神 相联系的 就是中国文学说 表现出来的这种 伦理性 政治性 社会性的这种特点 比如说 这个还是讲 比如说孔子 孔子对于诗就有评价 对于诗经也有评价 他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心观群愿 大家听到过这个说法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 心观群愿 是四个字 有不同的意义 这个心实际上是感发 就是感动 是感动 这个文学有这样一种 这个感动人 激发人 这个诉诸人的情感 的这种作用 这个观 观当然就是过去讲 可以观风 通过这个风摇 可以观 观察这个现实的情况 所以有心观 群呢 群是可以使大家 群体有凝聚力 和群 形成群 有这样一种群体的作用 怨呢 当然怨就是感情的抒发 这个怨 当然这个文学 是特别容易表达 那种不满 或者愤怒 或者哀伤的这种情绪 文学更多的是 比较容易表达这种 怎么讲 现在一般来讲 认为是负面的这种情绪 比较容易是这个 所以他有情感的 这个抒发作用 那这些方面 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一个群体性 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 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问题 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他关注这个 非常多的就是 关注这个伦理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关注这些方面 比如说 过去都认为 比如汉代的儒家 继承这个 先秦儒家孔子的传统 他认为好的文学 比如说他也是讲诗经的 应该是什么 这个发乎情 指乎礼义 发乎情 指乎礼义 这个不能过度 这个比如说 孔子讲的就是诗三本 一言以弊之曰 诗无邪 就是说这个爱而不伤 不能过度 发乎情而指乎礼义 发乎情而指乎 这个意思 我想大家都理解 那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就是把 这样一种 所谓的礼义的问题 就是一个规范 礼义就是一个规范 理事 理事 这个社会上 建立各种各样规范 区别的 区别的规范 尊卑上下 这样的一种规范 那么他是尊重 这样一种规范 尊重这个人伦的 一个秩序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有感情 但是如果要预约 这个人伦的规范的话 就有问题 就要受到这个限制 所以他特别强调 像这样一种观念 在西方明确 非常明确地讲 也有 但是相当晚 大概是理性主义 西方这个 差不多 十六七世纪那时候 古典主义思潮流行的时候 曾经要求说 文学是绝对 必须服从于理性的 文学服从于理性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恐怕 在西方恐怕 不是一个主流 很难说构成主流 但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 对文学的 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 当然评价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回事 因为有的人认为 这个不好 对中国文学造成了 这个负面的约束 这个我不做评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 我想这个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这样一种古典精神 这样一种 要求合乎秩序 合乎伦理的 这样一种要求 非常强烈 请不吝点赞